好事啊 妳幫我求 我要問媽祖看看能不能把她 眼鏡好像同事 別幹了 趕快離開 不要纏在我的未婚夫旁邊 這樣聽起來也沒錯嘛 把這個女的請走 可是怎麼拍就不拍 為什麼呢 請不走 對 不是請不走 那不然 不對 問錯問題 那不然應該怎麼問 人有分別心 我可以喜歡妳 我可以討厭妳 可是神不行 好人壞人 男的女的喝起來 善嫁 全部通通都是我的弟子姓女啊 對吧 所以我總不可能說 不可能說把這個 雖然是他做出這個小商 我幫著喜歡你 幫著討厭他 然後你要幹嘛 我就把他給做掉 不能這樣子 可是假如叫他離開 他不是失業了嗎 失業了 又感情又受挫 難保他不會做出什麼傻事 我不能幫著這個人 去害那個人 對 說實在要雙贏神的立場 不可以說 我要幫你 可是我傷害到另一方 好神喔 要雙贏 好神喔 他說老師這怎麼求 我教你求好了 你說 請不要請神明來幫助這個 他的女同事 可以再找到比這間 更好發展的公司 那他不就是會去那間公司的嗎 這樣人就走了 而且還祝你前程大展 彭城萬里這樣子 然後你可不可以順便說 再叫神明幫他這個女同事 就是牽你一段適合他的姻緣 幫他工作也走開 然後另外又找一個更好的人 這樣就讓我的老公好好的乖乖的 對 這樣聽起來有理 對 他找到一個更適合 他這個人會走了 對不對 對 他找到一個更適合他的另一半 他真的就分開了 對 這樣的話你先 你的男朋友不是回到你身邊的 都不是兩全其 所以這個神明就聽得下去 對啊 你這樣子求的話 神明要神明聽到 你這個人就是很有度量 好 是 我要盡能力來幫忙你 好 結果有幫嗎 你如果求他那樣 看寶貝就把三杯 真的喔 三杯 我答應你 你這個人有度量 好 再過了一個月之後 他們兩個 大概在榮譽這個七月的時候 哪兩個 你是說男主角跟 這個 跟他的未婚妻 來 跑來 兩個一起來了 對 複合了 複合了 這是在8月嗎 沒有 在7月 底下接近8月 太準了 對 8月來要怎麼 要看日子結婚了 因為要給我換禮記 我再看他 幫他看那個 可是我偷偷的問那個 那個店長 那個同事現在情形怎麼樣 對 離子的 他現在 他原本是在一個同事行 演進行當那個門市 對 可是他有個同行 也是開了演進行 請他過去當店長 哎唷 高升了耶 高升 原本是業務 這個是店長 本來在他下面的 現在跳到別的地方 跟他一樣當店長的耶 真的高升了 對 所以說 要跑去另外一個演進行當店長 從門事員到店長 是神明所答應他的事情 那個演進行的老闆 少東 未婚 沒對象 兩個碰出網花 兩個也快要結婚了 真的都成真了耶 而且這個變成是 老闆娘 被他問對了問題之後 這個演進行的女同事 後來變成事業愛情 朗得意就是了 就是老闆娘 為了老闆娘 這兩對碰巧結婚日子 都是在找我看的 你也不可以有分別心 所以說 神明在處理事情 我們一定要記住一個道理 不會指說幫你而傷害他 不可能 人有分別心 神明有分別心 對 這是第一個要件 你要嘛就直接 間接地成全他 可是直接就是 也是幫了你給他 好 是真正一個重點 所以看起來問神明 要問對方法 然後神明處理事情的方式 也真的太神了 講到從神問補 我們現場的文婉 他有很多的經驗 而且我們常常說 人在比如說 感情不順 事業不得意的時候 最容易要去問 我們說 真的 對 那時候 你去的時候 也是在你人生低潮的時候 因為你會發現說 身邊的人都是小人 而且求宿無門 就是說你求助無門的時候 要問誰 問無形 所以其實我記得 我那時候大概是 這樣算一算 那時候我還沒有 還是小姐 沒有 不能講還是小姐 就是說還沒有懷孕 還沒有生小孩 那時候其實很奇怪 就是覺得事業也不順 然後小人很多 然後官司 麻煩很多就對了 就是不久以前 一團一團 就是很 大概至少13年前 OK 我以為現在12歲 13年之前 OK 那時候我就覺得很煩 那該怎麼辦 其實大家都知道 十八王宮 在金山那邊的十八王宮 那時候我去的時候 是13年前 然後我就很茫然 老師剛剛講的那個 其實老師講 我常常都不知道 怎麼跟神對話 我就香拿起來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我是誰 然後我住哪裡 然後生成年月日 然後老實說 我講到最後我都不知道 我都覺得我不知所予 然後我也不知道 也不確定 神聽得清楚 聽不清楚 聽懂了嗎 我搞不清楚 到最後我就把我的狀況 大概就是講了一下 我就說 可是要不要比較直接一點 通常其實我覺得很多信眾 跟我一樣很多觀眾 就覺得說直接一點 就是你視我一個牽 但是我剛剛老師講的 我滿乖的 我就連續 我就真的拔到三倍 我跟你講 拔到真的膝蓋會痛 因為你有時候 第一杯OK 第二杯他又看杯 還是說笑杯 那就不算了 要從頭來 再爬起來再去重新抽 好 再來 就這樣來來回來 一變一變的 後來我真的 我終於抽到一支千了 那千我覺得很開心 就是這一支 OK 然後他呢 那時候我抽他是 其實他寫第一手 其實是上上千 這個一看就覺得是上上千的感覺 我覺得他的 你知道我那時候抽到 因為你最茫然 就是最衰 衰到谷底的時候 他給你一次簽 你知道嗎 等一下 你後來去 你後來去買便當 為什麼包了 我跟你講 待會兒我告訴你那個故事 官司有禮勸條和 你看 這都是我的茫然 萬般得利 撐全服 一見紅心定眾科 這我不會解簽的 我一看就安 我跟你講 我真的不會解 可是我大概 模模糊糊的 大略知道說 他告訴我說 你很多的麻煩 會迎刃而解 然後再來其實 還激情多 對 然後萬般得利 表示說 都得利了 你事業OK 所以我跟大家講 我那時候抽這支 旋服了 看了心花怒放有沒有 旋服 然後我那時候我跟大家講 後來很奇怪就有一個機會 我就開始 在電視上我開始露臉了 就是有一些 台灣星節目 那時候其實也就是萌芽 萌芽的時候 剛開始的時候 就我也是最早的時候 前面他會告訴你說 比方說事業怎麼樣 婚姻怎麼樣 然後什麼得子 我跟大家講 後來他告訴我得子 順利 沒有 然後我就覺得 真的嗎 我跟大家講 我抽到這支籤之後 後來我回去之後沒多久 我真的 我剛剛講事業 對 突然有另外一條路出來了 對 而且我那時候還編在雜誌社採訪寫稿 然後另外 真的得子了 因為我真的很 就是 那時候有想到小孩嗎 沒有 那時候只覺得說 好像那時候婚姻其實結構 其實非常鬆散 而且很不穩 我覺得說如果有個小孩 會不會好一點 才這樣想而已 後來抽到這支籤之後 你看這兩個 觀眾朋友有聽清楚嗎 其實這兩個已經應驗了 對啊 所以我跟大家講最可怕的是 後來我回頭過來看 我後來在一年之後 我女兒誕生了 她屬馬 寶馬 她是我的寶貝馬 真的 對 然後一年之後 同年的12月 我女兒是6月生 12月我買了寶馬 還真給妳買一台呢 對 然後再來 我跟大家講一個很奇怪 我後來在陽明山 我撿到了一隻狗 那隻狗其實非常非常大 牠站起來比我還高 然後我回去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取名牠叫寶馬 這是真的 寶馬 而且我跟大家講 妳是因為這個牽絲 給牠取名叫寶馬嗎 對 因為我後來回頭看牠的時候 因為牠從陽明山 妳可以想像 陽明山這麼遠 牠居然可以從陽明山跟我 到我那時候住的中和 什麼意思 妳遛狗遛下山 沒有 我那時候到陽明山去 等於是去踏青 可是突然就一隻狗出現在 我後面有嚇到了 可是很奇怪 牠就一直跟 一路跟 妳是騎車還是開車 妳不可能坐公車牠跟 我沒有 倩林 我騎機器 妳騎機器 從陽明山一度下到平地 再盜使妳說什麼中和 你看多遠 我現在講的是事實 沒有可能 然後你看牠有路途當中 有太多機會 比方一個紅燈 一個幹嘛 一個東西吸引牠 牠就跑掉了嘛 我跟你講牠一路這樣跟 跟到中和 這隻狗就是要跟著妳 然後我跟牠講 真的牠長得 長得真的跟十八王宮那個狗 一模一樣 你是說十八王宮 外面那個狗雕像 一模一樣 真的 我現在找到起雞皮疙瘩 然後牠最特別是什麼 牠胸口 牠是一隻全黑的狗 可是牠胸口居然有一個 白色的一撮毛 可是牠呈現的是一個五星期 怎麼可能 白色的星星 真的 我沒有騙妳 很誇張 跟牠一模一樣 所以就長這個樣子 然後這邊有一個 有一撮白毛 對 然後牠來了之後 我懷孕了 牠來了之後我買了寶馬 牠來了之後我事業 我開始賺錢了 我跟大家講 可是這隻寶馬後來 有一天我覺得說 牠真的跟十八王宮的狗 真的太像了 人家帶牠回娘家 那也不知道哪裡來的靈感 就是會有讓你知道 你知道嗎 距離那個廟門還兩百公尺 你看過一隻狗 我剛剛一直強調 牠是站起來比我還高 你知道嗎 牠從兩百公尺 牠整個用後腳跟 我現在不相信 我跟你講你真的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 我到現在也不相信